而中国突然宣布禁止台湾的释迦进口引发了农民恐慌 台东县长饶庆林今天就建议农委会在振兴五倍券当中 加入台东释迦券 配合农优券来使用 由外销找内销的方式协助行销 也要请农委会尽快启动产量调节 并免农民继续种植打乱国品市场 农民细心照料每颗凤梨释迦 希望一颗比一颗还漂亮 只是面临中国禁止释迦输入 农民也很忧心价格直直落 心血恐怕全白费 这个释迦目前已经都到了快收成的时段 所以我们全部上面的党官补助我们 每年外销创造五六十亿元产值的台东凤梨释迦 原先超过95%销往中国 除了台东果农本身还有大约五分之一的县民 从市释迦上下有产业严重影响生计 因此台东县府呼吁中央发行台东释迦券 配合农游券使用来缓解困境 我们建议在我们的振兴五倍券当中 也加入台东释迦券 这一万五千吨如果不能外销到中国大陆 而全部回流到台湾市场的话 可能让同期所有台湾国内的水果价格大乱 12月凤梨释迦产期即将开始 县府也希望农委会能尽快启动产量调节 避免农民继续种植 也期盼中央补助外销所需的冷链设备 开拓其他国际市场 帮助农民们度过危机 接下来我们下期的报道